本来的消息 2012年9月17号 18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了 重庆市原副市长 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 训私枉法 叛逃 滥用职权 受贿案 2012年9月17号 18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了 重庆市原副市长 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 训私枉法 叛逃 滥用职权 受贿案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王立军身为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违背查禁犯罪职责 训私枉法 明知博谷开来 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 而故意包庇 使其不受追诉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99条第一款之规定 被告人王立军 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履行公务期间 擅离岗位 叛逃外国驻华使馆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09条之规定 被告人王立军 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未经批准 或者伪造批准手续 先后对多人 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其行为已经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97条第一款之规定 被告人王立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305万余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385条之规定 应当以逊私枉法罪 判逃罪 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立军后来要求 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 对博古开来涉嫌杀人案 重建档案 调查补证 保留物证 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 博古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 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及协助复杂 为公安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对逊私枉法罪 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立军犯叛逃罪后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叛逃的 主要犯罪事实 属自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67条之规定 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立军犯有数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69条之规定 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王立军揭发了他人 重大违法犯罪线索 为有关案件的查办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重大立功表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68条之规定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管辖决定书 立爱受敌此案后 及时向王立军 送达了起诉书副本 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 并通知律师会见被告人 查阅全案卷宗 充分保障了 王立军的诉讼权利 因起诉指控 王立军所犯叛逃罪 和滥用职权罪 涉及国家秘密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9月17号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 上述两罪 于9月18号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 起诉指控王立军 所犯受贿罪和逊私亡法罪 法庭上 检察机关出示了有关证据 王立军及其委托的辩护人 进行了制证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在公开开庭审理阶段 王立军的亲属 媒体记者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及各界群众旁听了